將軍澳保林站熟早期發展 人口密度較高 而將軍澳站的整體規劃 有很多大自然和綠化元素 令住戶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帝景灣可說是將軍澳站的優質中產盤 位於唐延街的帝景灣 2016年落成 谷遠由7座物業走成 合共提供536伙單位 開職由1房至4房都有 尺數由300多到1,000多呎都有 屋苑比倫中央大道 以及將軍澳海濱公園 享有海景和開洋景觀 由於尺數範圍大 上車一族和換樓客都合心水 帝景灣雖然沒有大型商場 但生活選擇非常多 Potwalk、Potcon 將軍澳中心和將軍澳廣場 淋淋種種的救物選擇都有 除了救物 住戶也可以選擇到區內的 酒店High Tea享受生活 如果你喜歡運動 可以去將軍澳體育館和香港單車館 又或者去將軍澳運動場跑步 也可以選擇到海濱長樑和公園休息 帝景灣衛處95校網 有超過22間小學可供住活子女入道 包括有基督教宣告會 孫基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信德聯儀總會梁傑華小學 中學亦有不少具備優良質素 例如家密主恩中學、孫基中學 和將軍澳官立中學 都是區內傳統名校 同時亦有多間國際學校落成 例如香港師貝禮學校、法國國際學校 都是將軍澳區的國際學校 帝景灣步行去將軍澳站大約8分鐘 出街上班說這麼快就到 區內有多條巴士和小巴線 可以去港九新界各地 同時有巴士直達機場 就算通宵也有車出港島 真是24小時都有車回家 看完今次介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詳情 請聯絡以下分行